魏德 美联社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热火今天在主场迎战76人 两队比分一路紧咬 老将魏德 Drian Wade从板凳出发 上场25分钟 砍下本季新高的27分 他在最后30秒内连拿5分 包含一季关键的跳投 中场驻热火以102比101 起走76人 这场比赛堪称是 魏德回归热火后的代表作 此一两队比分一路摇紧 互换领先 莫杰倒数30秒 76人以100比97领先热火 魏德在外线买饭成功 关键三阀全境 追凭比分 随后他展现老将经验 对阀球命中率 仅5成6的西门斯 Ben Simmons下手犯规 对方二阀紧一中 魏德接着再倒数五 9秒投尽中距离逆转战局 帮助球队最终以102比101 击败七六人 魏德上场25分钟 绞出27分 三超结为全场最高 猪控卓吉奇 Gorandrejik也有21分 6篮板 5助攻的表现 T强森 Tiler Johnson 16分 白边怀特赛德 Henson Whiterside 找出15分 11篮板的双十成绩 76人方面 恩比德 Joel Enviad 23分 8篮板 4助攻最高 萨利奇 Dario Saric 21分 7篮板 次支 瑞迪克 15分 4超结 贝利纳里 Maco Bellinoli 13分 西蒙斯 则脚11分 6篮板的数据 魏德投进关键跳投 今日美国